最近七场赢了六场的火箭,已经从赛季初的低迷中奏了出来,但这次火箭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,目前火箭只有八人轮转,替补中更是没有一个保罗的替补,显然长久下去,对球员的健康有很大的威胁。 不过,今天火箭官方给球迷发出了一个利好消息,今下为保罗补充的替补,有望提前付出,据美国的Athletic记者的报道,从太阳交易来的空位奈特,他的双并看负进展十倍顺利,而且超过预期。 最近火箭主场比赛中,他都有穿着训练服出现在球场上,并赛前一直在练习投篮和上篮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只要耐测的伤病没有复发,十二月份就能够顺利付出。 耐测的提前付出,无论对球队还是保罗来说,无疑是最好的消息,德安东你可以不用再摆出只有八人的轮转,而保罗也不用一场比赛打接近四十分钟的时间。 更重要的是,能够让保罗的伤病缓一缓,因为在球队低迷的时候,保罗一直是带着右走投篮手的伤病在打球,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好绿色,这个太阳的前控卖,在15-16赛季场均拿到19分,并有6个助攻和1.17个抢断,攻防两端都有很好的表现,但在去年遭遇阻袭前十四刃在撕裂,为了加快自己的恢复速度, 奈特惊下再次接受手术,虽然不知道恢复的情况怎么样,但至少对于火箭来说有个盼头,他也成为火箭唯一没有关的彩票,你觉得这次火箭能否中奖?